再来关心是美国西岸的2019行情冠状病毒疫情 现在洛杉矶地区一口气出现了多起的确诊病例 也让洛杉矶的市政府宣布进入到紧急状态 马上临线给东森新闻派出在洛杉矶的记者 叶洪志英红文报道 好的 谢谢主播 首先先说明洛杉矶县卫生局一早就宣布进入了紧急状态 主要原因是整个大洛杉矶地区一口气增加了 六起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病例 那么加上曾经在1月份已经康复出院的民众 累计攀升到7起 那么至于已经确诊的6名病患 一名是已经入院治疗 其他5名都是在公共卫生部门的持续追踪之下 选择自行在家隔离 而根据现场的最新消息 6人当中的3人都是因为旅游意大利北部 之后回来才发现确诊被感染 那么其他2名则是因为在洛杉矶以外的病患 有过亲密的接触而被感染 那么还有一名 他是因为工作关系而在国外被感染 且不只是在南加州 疫情比较严重的北加州 早上在普莱塞县也宣布 加州第一起的死亡病例 那么他是一名原本健康状况 就不太好的老人 那么这不只让全美的肺炎死亡病例 增加到11人 且他曾经在2月11号到21号之间 搭乘公主号邮轮 从旧金山前往墨西哥旅行 因此普莱塞县的卫生部门怀疑 游轮上可能还有其他的乘客也会被感染 因此目前整个美国西岸的疫情 加上加州最高的35起病例之外 还有1人死亡 那么华盛顿州则是其次 27起病例 但是却有10人死亡 那么累积本土病例 整个全美已经达到88起 加上钻石公主号的45名撤侨 还有3名武汉包机返美的 因此整个累计就是136例 那么以上就是目前现场最新状况 我的记者英文文用志跟国际中心 下一把镜头交还给棚内